什麼女生比較多呢 真的 我們這邊都是女孩子 女孩子在管理我們的 忘了你是男的 我當學生的時代 只要有人約喝咖啡 我們就知道他們要去約會了 但是現在當有人相約去喝咖啡 他們可能正要去改變社會 坐在店裡面但是你有一張網絡 你今天想要推動一個事務的時候 很多人可以來幫忙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會讓你覺得說 你雖然只有一個人 但是你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 有商公司 然後也有客 然後也有在營業工作 你漏掉你邊邊這一個 也有老師 小潔老師 對 來自台中的雅雅她在醫院服務 佳佑也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在這個非政府組織工作 台灣就是這樣 高水的人我們可以支持 有勇氣的人我們可以支持 就是因為我住在這個城市 所以我才要更關心這個城市的發展 還有就是他執政者做的一些事情 那罷免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很不討好 不討好就是 不討喜 不討喜 對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是非常冷漠的嘛 就是可能大家只會跟你說罷免無效啊 那大家都知道罷免很難 全面罷免從去年四月開始推動 我們在一月十二號的時候 已經接到中選會的通知 並且我們在一月十八號的時候 已經開始進入了連署的階段 我們現在已經在第二階段連署的階段 也就是說在台中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就有機會來進行罷免 其實我選2012年的總統的時候 我心裡就有一點感覺 就是社會有一股那種蠢蠢不堪 隱隱的力量 那所以成為突然之間 爆出了三隻小豬的那種熱潮 那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很有魅力 選舉魅力的人 但是在選舉的中間 居然會爆出那種三隻小豬的那種 幾乎是一個運動型的選舉的能量 就表示說這個社會 其實想要有一些不一樣的 所以2012年沒有成功 我回家就想想 我覺得這個社會 一直想有一些不一樣的 可是到了關口的時候又有一些 又縮回來 心裡有點怕怕的 那其實當大家慢慢從頭腦裡面的這個東西 開始有變化之後 你開始去怎麼樣站到第一線去做一些事情 我看到是台中這幾年其實是 變化是很多 大家都願意幫忙 都願意做一些事情 感情很好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 就一起出去玩 然後一起好吃到熊博喔 好假到熊博喔 好假到熊博喔 他的台語好像也沒有比我好 真的 真的 好假到熊博這樣 然後其實 但是因為期間還是會做著運動 就是包含到街頭去選獎 或者是爭取點出書 或者是尋求任何機會點 大家其實不會散 因為目標會是一樣的 有一群生活在台中的上班族 休假比上班還要忙 上班族 小學老師 家庭主婦 習以為常的生活中 就有安靜的小革命 我想 在地自發的公民運動 讓一個角落裡 都有改變台灣的希望 沒有機會命運 他沒有機會命運 但是到哪一步 他要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 李挺身 還有還有還有 講成語 唱台灣民謠 唱台灣民謠 現在有點困難 等一下弄到我要做出力挺身就不好 對啊 唱台灣民謠